我现在工作是在航天 但是我特别喜欢做组织活动策划 而且对现在的一些互联网 还有这些比较新奇的东西特别感兴趣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做的工作不是我所想要的 所以我就把它归结成一个解决方法叫齐驴找马 其实你在航天领域里边 想一想啊 那种行政管理组织 那种社会工作多得很 也给你从技术就慢慢的转移到管理 慢慢的转移到行政 慢慢转移到你所喜欢的领域 而且足够你去发挥你的热量 这是第一 第二在航天领域 无论什么机构 它对数码的运用 对技术的运用总是有的 而且哪怕是国营机构 哪怕是传统的军事机构 你里边你提出来我做一个 跟社会最新鲜的那个数码媒体技术 有关的 但是跟单位关系要有用啊 提出来也能部分时间的影响 最终你干个三年五年 觉得我能力有了 我智力有了 我的这个人脉也有了 但是我还是不行了 那你再出来也是可以的 大家在追求理想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记脚踏实地 我觉得养活自己是最重要的 在这个时代 有一份好的工作 固定收入 这个是无论如何 很重要很重要 要知道很少有人真正的喜欢 自己做的工作 这个但是大家都在做 为什么呢 还是一个现实生存的需要 经济是基础 你自己把自己的心态 给调整一下 找到一个中间里 这是没有人的感觉 什么时候 优优独播剧场——屏幕